专注于带来篮球场上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NBA场规赛上演了多场强强对话 尤其是三个88年出生的球员 表现极其出色 让球迷们看得大呼过瘾 首先,率先出场的是 篮网和公牛这两支球队 他们之间的较量也是今天的重头戏 篮网队虽然处于内忧外患 可毕竟还有杜兰特这个地海神针 从技术层面上看 1988年9月出生的杜兰特 仍处在巅峰 他现在也占据得分榜第一 而今年新生的公牛队则整体进攻 爆发力极强 防守端虽然伤了Patrick Williams 但效率一直处于联盟前列 果然两队前三节打得非常胶着 战成78比76 篮网还领先2分 可第四节公牛全队得分端突然爆发 打得篮网措手不及 而篮网队只能靠杜兰特 一人苦苦追分 哈登因为受制于新的判罚规则 打球已经没有了信息 关键时刻只想靠着卫柄帮助球队 最终公牛在第四节打了篮网一个 42比11 全场118比95拿下了比赛 德罗赞和拉文分别得到28分和24分 率领先发全部得分上双 而替补出战的新秀 Avodosum也得到了15分7篮板 杜兰特虽然砍下了38分 10篮板4助攻 但依然独目难知 篮网如果想要在缺少欧文的情况下走得更远 哈登必须找到长期有效 应对新规则的解决方法 在接下来勇士对阵老鹰的比赛中 1988年3月出生的库里 打出了本赛季到目前为止的巅峰之战 他全场28投14中 3分球19投9中 前三节就砍下了45分 全场拿到50分10助攻7篮板 很难让人相信 这样状态的库里 已经年满33岁 打法和巅峰时期并无两样 本赛季到目前为止 勇士只输了一场比赛 战绩高居联盟第一 不仅未激活名单中 还坐着汤普森和怀斯曼 本赛季更有小将普尔的爆发 之前甚至还有网友调侃 交易库里扶正普尔 虽然有些夸张 但能看出勇士对本赛季阵阵容的深度非常惊人 而在今天 胡恩队阵黄蜂的比赛中 1988年11月出生的威少 也拿到了17分 12篮板 14助攻 7失误的准四双数据 跟数据端三项上双 看起来战力不输前两位 88年出生的球星 可是他在第四节的运球和传球的失误 却又一次险些害球队输球 关键时刻 还是要靠年薪216万的老田瓜 连续命中3分 帮助詹姆斯缺阵的胡恩队 险胜黄蜂三分 又一次成为了球队的大腿 本来詹姆斯缺阵 球迷们把希望放在了威少身上 他现在可以长时间控球 不需要打无球 你只要变成曾经的那只神龟 就能帮助球队前进 可惜 从这几场比赛看 威少在防守端退化的过于明显 而进攻端 作为一个33岁的老空位 却无法沉稳的组织进攻 手里有球时 还像扛着炸腰包一样横冲直撞 打到关键时刻 他自己也失去了信心 能做到的只有运球过半场 传球给瓜哥 或者传球给农眉哥 从薪水上看 这三位88年的球员 拿到的都是顶心 库里本赛季4578万年薪 杜兰特4092万年薪 两人的表现都物超所值 而威少4136万的年薪 则应该分给甜瓜一半 毕竟本赛季到目前为止 瓜哥多次救威少于水火之中 下场比赛 胡恩队会迎来热火队 又是一场硬仗 希望威少可以如他所说 早晚能找到适应球队的方法 但尽量不要拖太久 因为留给他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兄弟们 这就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